17号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出席欧盟举行的布鲁塞尔经济论坛 叶伦在演说中谈到中国议题 叶伦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放弃令人反感的做法 欧美国家将更有机会在公平的环境中与中国竞争 将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 不过路透社报导叶伦希望大幅削减对中关税以降低通膨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意见相左 戴琪希望先就如何保护美国就业 以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 规划更广泛的对中贸易策略 其中可能包括对中国货品课征新的战略性关税 叶伦曾公开表示 降低关税可对美国通膨降温起希望达到的效果 因此值得考虑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辉模张其林综合报导